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我自己也没有太常去思考这些 但是我就觉得我还蛮感谢的 他愿意给我这个机会 白安以独特掌音获得今年金取新人奖提名 面对这样至高无上的荣誉 白安透露在得知日为的消息时 自己却是十分淡定 给人一周与新人身份不符的成熟与伟重 这时候我正在赶校园 然后我听到就还蛮平静的 因为我觉得不管我今年又入围不入围 因为我有没有得奖 我要感谢的人还是都要感谢 对啊 然后我的日子还是要继续过 然后就觉得 但是一个肯定啦 觉得也还蛮荣幸的 对啊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